現在是星期五晚上 零元龍招錦標賽現場 星期五晚上的音樂下 立委賴瑞隆和許智傑 開始了十六噸挑戰 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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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續十六次深蹲再站起來 兩位立委挑戰成功 在開始原本賴瑞隆和許智傑 還想要拉市長陳其邁一起跳 陳其邁趕快閃 我在大學拿到一些運動項目的冠軍 我的體能狀況相當不錯 十六噸我已經做好幾次了 賣力挑戰十六噸兩位立委 都有意要絞逐下一屆的市長寶座 再加上上一屆選過市長 下次極有可能要再挑戰的 國民黨立委柯志恩也都有到場 台上他跟陳其邁開心聊天 從鞋子聊到了才華法 一場龍舟比賽 讓外界聞到了一點點煙消味 高雄的時候任何的活動 我都可以看到其他 我們在立法院的好同事 越多人出來競爭 另外一位也很積極表態的在地民進黨立委 林黛化卻意外沒有出現 服務處表示是因為另有行程 來不及參加 短午連假地方活動多 政治人物為了要多爭取一點曝光度 得放下身段跟著流行 才能夠拉近和民眾的距離 現在是信息不穩啊 三立新聞宣傳黃河振鋒 高雄報導